农历春节最后到了 民众们心期待要飞出国玩 不过长荣航空 劳资争议依旧瞧不拢 即使工会顺利取得合法罢工权 但是眼看离诈期越来越近 罢工日依然没有萨文 让旅客心惶惶 票买了到时候又不能走 要怎么样 当然会对影响 有时候又 过年前要赶回去团圆的话 更造成人家的心理上的 一个很大的不舒服 不过担心归担心 还是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 那就且战且走了 当然我也会买其他航空做backup 机票行程全都安排好了 不止民众担心受影响 旅行社也很头痛 最主要它现在公告的时间 是春节旺季 那春节旺季在12月底 甚至1月初 我们所有的机票都已经出完了 那现在要来变更 其他航空公司也是相对的 没有那个多余的空间 让我们去做变更 集市工会22号 以压倒性的票数取得罢工权 强容航空紧急召开 劳资双方会议 针对飞行员 结构薪资 外站飞行津贴调涨 以及停止聘用外籍 震驾驶员等诉求进行协商 会议上公司同意提供 外站免费早餐政策 不过其余诉求均未回应 若真的罢工 包含美国 加拿大 欧洲等 长途线班机都会大乱 公司没有提供方案 公司对于公会的主张 没有关系 我们的前提是公司必须要对岸 我们1月31号的会议才会召开 除此之外 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 罢工因素的影响 其实对于旅客来讲 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 所以在这个期间 民航局已经要求长荣公司 在其官方的网站上 要揭示相关已经确定的 一个有关维护民众权益的一个方案 罢工成不成定局 还是要看月底的协商结果 不过旅客权益 谁来保障 航空公司得把握不到两周的时间 好好解决问题 明时新闻 李管晚苏玉森 台北报导 李管晚苏玉森